来 叶部长 调委员 您好 叶部长 我今天看你好像 脸色非常的沉重 为什么 我想两方面我觉得非常的沉重 一方面这个工作是非常大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 就是因为一上任 就因为五阳段的这些事情 让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难过 部长 发表你当部长 我只有四个字 申请得人 为什么我说申请得人 第一个 我看你发布以后 要全力充斥航空城 你知道吗 我听到很爽 再过来 我给你吃饭的时候 你也讲了 包含要求高科技 要到航空城来 这样子见局理局的这样做事 待度 我非常非常肯定 所以我说申请得人 那部长我请教你 我在总咨询的时候提出我们航空城 要变成四大中心 有没有困难 您说的就是那个 等于配合那个自由经济区的那个 对 自由经济四万区里面的物流园区 金融中心 医疗专区 还有博弈园区 报告委员 这物流中心呢 跟这个医疗专区 我觉得在现阶段呢 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可以马上就努力的去做 那这个金融的这个部分呢 这些呢 要涉及到那个金管会 还有金建会他的规划 这个我 我觉得就是法规上 目前好像 并没有 那个金建会的 我们的主委 对不对 管主委 管主委他也希望说 一进来飞机以后 进来呢 就可以把人民币啊 或是外币啊 存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把它就建议说 要成立一个 境外财富管理中心啊 这样的意思啊 对我了解 个人事实上 金管会也不反对啊 事实上 我事实上已经请我们同仁 在研究在现在的 现有的法令下呢 是不是可以马上来做这件事情 好像还有一些困难 但我个人是 是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了 但这里面可能有 金管会的一些一些规定 我不是那么清楚 那至于博弈员区 这个中心 这个呢 目前并没有法源 所以呢 如果说立法院 能够通过这个法源 自由禁忌示范器条例 送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嘛 我也跟部长讲 我们不要去做像澳门那种的 我们要做像新加坡这种的 是 在整个大楼里面 上面有旅馆 有金品街 有会展中心 有博弈员区 我已经在讲过了 我们的年金 今天早上我在咨询 把公务员砍到骨头去了 也只有砍一百亿左右 他的资金来源从哪里 天补的财员就是要 从这个航空城的 这个自由资金的 博弈员区里面来嘛 新加坡这么样的高民的 一个道德高层 这么高的国家 他不得不去办啊 我们今天台湾的健保费 国民年金 要没有采建的话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你认真地考虑 好不好 管主委是说 这个如果是赛马的话 他还认为比较好 是这个 我是认为赛马 我还是觉得比较 我以前在台北市财政局长 也做过赛马的 像这个设置岛啦 或是台南那个 那个台糖那些 还蛮适合的 我那个地方就是 把那个持有外国负照的人 下飞机或是上飞机之前 可以进来玩就好了 国人都不能进来 你知道吗 就不会被人家批评了 但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这次再过来 不是啊 你刚才讲到五阳高届 真的 你的名字叫什么 匡史对不对 是 时是什么 时间对不对 是 你知道你延误了这个以后 对于我们增加了 浪费多少时间 你知道吗 不是啊 对 我不可以带媒体记者去 到上面去看 可以吗 最近 这个我想请高工局 那个国工局的局长来说明 不知道你最近 韩申局长来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去看 五阳高架的 施工 我在过年期间有 有有有 这几天有没有去看 这几天并没有 我告诉你 你到机场交流到的地方 你看那个工程啊 那个施工啊 你会吐血 你看其他的每一个段的 那个桥面啊 那个那个从底下这样看啊 都是光很光滑 看得很舒服 就唯独那一段啊 像垃圾头一样 你去看 你去看 那个正在做修饰 那个都要做修饰 那个都属于表面要修饰的 那怎么修饰 我看你那个 整个那个 要打磨 要打磨 用工作车 用那个高空作业车 好我跟你讲 那个地方刚好是 上下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 你去看一看 那个都必须要做 你有没有看到 垃圾头 是 有损我们的形象 局长你要注意一下 好再过来 国二到延伸到台六十一线 现在怎么办 民众已经抗争的很厉害 那个案子跟委员报告 已经送 抱怨在今天会做审议 那这个路线 其实我们三条路线里面 唯一环保团体可以接受的 其他都会进入湿地 环境敏感区 那将来抗争会非常严重 这是唯一可行的一个路线 那他们现在有的 有些老百姓 已经对我跟陈根道委 很不谅解了 那么找另外一个人去 你会接受他的建议吗 我想我们已经送到 上面去做审议了 大概不会改这个 我想这样 因为那个地方现在上下班 你看到机场塞得不得了 你现在去看塞得不得了 拜托你一下好不好 是我们会尽快 尽快来完成审议的审议 那个 这个这个 武阳高架部长 什么时候可以正式通车 目前我 我这个 我们交通部最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呢 进行旅刊的这个监管 还有这个 确保他的 这个安全无余 那至于他的时间 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基本上我由国工局来做这个决定 谁还不知道 目前我 国工局并没有给我一个 很明确的答案 我跟我相亲打赌 我已经输掉了 怎么办 你答应呢 是 我请客的钱 你要出的 是是是是 好 这个开玩笑的话 请吃牛肉面 因为部长这么关心 我们不会那个了 再过来 部长 我在总咨询的时候 曾经讲过 最需要改进的单位 是哪一个单位 您提过 好像我记得是台铁局的样子 好 铁路级对不对 铁路级一天搭的人数有多少 一天差不多六十万左右吧 六十万左右 六十万左右 所以你看看 你做的好做不好 影响很大 是 你到 你到各个车站去看 你看高铁的买票的地方 有老人孕妇的一个单一的窗口 台铁有没有 部长 机长不要上来 我要考考部长 目前这个 我们是有这个专人 有的时候有需要所谓的爱心服务来做这个工作 我跟部长 不能这样欺负这些弱势团体 你再怎么样也要对这个老人家 你去看看 你看他排队排到这么长 这样老人家这样在排队 你于心好忍啊 第二个部长 你看那几个车站 的窗口像监狱一样 你刚刚高铁去搭买票会这样子吗 我想这个车站的大小倒是有关系 有一些大的车站的我们都已经在进行的改善了 没有台北车站有改善吗 台台北车站最长 最长我时间有关系 另外 你去看台北火车站 桃园车站也好 你看那些战务联穿的衣服 我看了真的是丢我们的脸 为什么不给他好一点衣服 这个其实这个制服前阵子 局长也有跟我讨论到这个问题 我也的确觉得 你现在你请问你一下你现在给他们一年的预算多少 目前台铁一年有一百多亿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制服费啊 制服费啊 我听说已经他们两三年都没有换了 四年换一次 对啊 请问你你的衬衫能够做四年穿四年吗 很简单的道理啊 我非常谢谢那个委员的关心 所以未来是不是给我们台铁在预算上也多一些支持 那我想我们也会努力 我跟部长讲 对 我真的是替台铁人员叫区啊 也为我们国人叫区啊 他们是非常辛苦 我刚才讲我这一件衣服才多少钱 在迪华街做的才五百块钱六百块钱 好得不得了啊 不要去省这个钱 我们先给厚药嘛 我们先给他穿漂漂亮亮 我在台北医生当董事长的时候的制服 那天总资金我就穿的了 才多少钱 我想我们局长会非常高兴啊 那下一次我希望他是不是穿漂亮的制服过来 好不好 你最起码要跟高铁的比赛嘛 高铁的也不要涨得太快了 高铁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去高铁买票 有啊 我那天盼到林中生秘书长的太太在排 排在林中生书说 把他就排在那排在那排在那 看他太太真的还蛮可怜的 为什么 他的电脑系统拜托 再买一张票多少时间啊 那电脑系统太慢了你知道吗 现在在那个像便利商店啊 再过来 买高铁票应该蛮方便的 不是啊 是 我们桃园青浦这站高铁前面 那个高铁公司的地 为什么还闲置在那里 高铁公司的地 对啊 他现在这里面 因为涉及到他一些债权的问题 所以他的地 你赶快要去规划嘛 不然有一些问题不好处理 因为他涉及到他一些债权的问题 所以我就跟部长讲 认重道言 谢谢 我刚才讲申请得人 但是也是认重道言 谢谢委员 很多要改善的地方 是 你知道吗 所以我凭良心讲 我常常搭台铁 虽然我有一次不高兴了 对不对 大家已经过气了 要王进士委员来拜托我 那我当然要给王进士委员 怎么可以让老人家从屏洞来跟我道歉呢 对不对 当然我做不起这样 但是呢 我常常搭 我最了解 第一个我希望局长 局长 请你上来 真的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 管理真的要加强 好不好 我们先给 我们先给他福利 先给他做好 但是再来要求 为什么高铁都可以坐到准时 为什么台铁没有办法坐到准时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看到那个战战战战战战人员 花一笔钱来改善 你总资产多少 总资产七千多亿 七千多亿 你有这么高的资产怕什么 好,我们的新的董事长李记住 请你听清楚李董事长 董事长,你要支持一下 我看到你说 你们的存款很多,要去争取一些的业务 但是,我请问你一下 为什么邮政总局 你要他来回答吗 可以啊,为什么邮政总局 我们任何都可以到那边去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 我们税监处的这个 缴税的地方 你邮政总局不行 对不对,你要去争取 我提醒你了,好不好 对,好,他现在出报告的时候 你再来执行 还是拜托你,我还是为你高兴 陶渊有你这样的部长,我们放心,好不好 谢谢